歡迎收看我的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看一個整合性的問題 你可以按個暫停自己看一下 以致A跟B都是有理數 而且A比B小的話 下列哪些是正確的 你要按暫停 因為我們會直接講解 於是來看第一個選項 說A跟B都是有理數的話 A小於B的話 那A加根號B會是無理數對不對 你想說 3加根號2 無理數 但是怎麼樣 這個第一題是不對的 那為什麼第一題是不對的呢 因為 搞不好根號B會開出來 這個 根號B是完全平方數的話就不成立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不選 可以嗎 那 第二個 這個第一題其實還蠻多人答對的 來看第二個 那請問 那如果是A加B乘根號2 會不會 對 是會不會一定無理數 A和B都是有理數嗎 有理數 加上 有理數乘根號2 那是不是一定會變無理數 決定 答 答案是 錯的 那為什麼錯的呢 好 我們的第一題 的原因是因為B若 為 完全平方數 這不成立 我們第二題 知不知道為什麼錯 這個我們當時有提到 就是說 有理數加無理數一定是無理數 可是 有理數 有理數乘 有理數乘無理數一定是無理數嗎 當 B不是0的時候一定是 當B是0的時候就 會變回有理數 我們那個時候還有特別為這個設計的計算題 就是說 A加B 說AB都是有理數 然後說A加B 根號2 怎麼樣 最後會 變成0 那這樣子就代表 或說會變成一個 另一個有理數對不對 那這樣就代表說這個 這個B是0 然後會解那個二元一次連立方乘4 不知道你還 有沒有印象 自己往 那個 就是有理數判別的那一張 去看他的題目 所以說 只有當這個B不等於0的時候 他才會成立 若 B等於0 則不成立 可以嗎 但是如果有B不等於0這個條件 他就 會成立了 來看第三個 A加B大於等於根號AB對不對 決定答 答案是 BY 答案是錯的 怎麼可能 這不是 剛才前幾集才在教的 算幾不等式嗎 我們那個時候還有一題 我說算幾不等式是人世間的真理 他是一定會成立的 但是他有一個前提 A跟B都必須要是 正數 只有當 A大於0 B大於0才成立 可以嗎 第四題 我拿A跟B相加除以2 是不是一定會夾在A和B之間 是或不是 來 答 公布結單 這個對 這個是分點公式 2分之A加B一定會夾在A和B之間 因為他是等分點對不對 對不對 第五題 如果我拿A加B除以3 是不是一定會在A和B之間 答 這個 錯 哎呦 那第五題錯的原因 那如果你有看算幾不等式那一張的話 我們就講 其實這個3分之 3分之A加B呢 他可以視為是3分之2倍的 2分之A加B 一定會在他中間 可是如果我把這個2分之A加B去乘上3分之2呢 就可能會跑出來 就是說如果AB離0離的太遠就不成立了 離得夠近就還是會成立 可以嗎 第六題 3分之A加B是不是一定會小於2分之A加B呢 來 答 答案是 不是 那為什麼不是 怎麼樣不會是 當你的A加B是負的時候 我們的A比B小 所以A一定要放在比較左邊 那當你的這個 A加B是負的 所以2分之A加B就是負的嘛 這個時候呢 你去做這個3分之2倍的2分之A加B 他會 乘以3分之2 他其實是往0那邊靠近 所以他會變成是往這邊 變成到這裡 那這樣子一來的話 這個就會有機會比較大 第七題 如果A比B小 AB都是有理說 如果A比B小 那倒數1分之1是不是一定比1分之1小 那其實這個有蠻多人會答對的 這個是錯的 這個是錯的 那我們第7跟第8一起看 那8是不是1分之1 一定會大於等於1分之1呢 既然你說7錯的話8會不會對呢 這兩個都錯的 就是說 當A比同號時 如果A比同號 不管你是同正還是同負 A小於B都可以推導出 1分之1比較大 但是如果你的AB沒有同號 那因為倒數不會影響正負 所以 如果你的AB沒有同號 那倒數了之後正的那個還是正的 負的那個還是負的 所以大的還是會比較大 倒數還是比較大 可以嗎 當AB同號的時候他就有成立 所以也不是說會成立這個 也不是這樣子 來第9題 對不對 4分之 這個2A加B 如果是3分之2A加B 就在分點公式上 對不對 3分之2A加B 會小於3分之A加2B 因為A比較小 這個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分點公式 3等分 比較小的這個是A比較多的 2A加B 那我們的這個4分之 是他再去乘上3分之3 不管你的0在哪一側 他們都會往0靠近 所以說你現在看左邊這個 比右邊這個小 那他這個乘上3分之3之後 左邊還是比右邊小 因為4分之3是一個正數 不等4乘正數不會影響正負號 所以9這個選擇是對的 這樣有懂嗎 就是說 3分之A加B 你如果要寫的話 要寫理由的話 3分之2A加B會 小於3分之A加2B 那我如果不等4 兩邊同乘3分之4 他就會變成4分之A加B 就會變成4分之A加2B 那同乘一個正數不影響不等號 不影響不等號 所以9是對的 那麼這裡呢 說這個是不是一定會小於這個 那你仔細看 我有沒有符合分點公式 我這個是3加1是4 我這個-1加5其實也是4 所以他畫起來會怎麼樣 他畫起來的話 3A加B是在A跟B的四等分 的這個位置 這個是4分之3A加B 這一點 這一點 不是這一點 那如果你要-A的話會在哪裡 你能不能夠看出來-A的話 就是說每往右走一格會少1分之1A 會多1分之1B 這裡是完整的1A加0B 然後每往左走一格 這個其實可以被寫成是 4分之3A和4分之1B 對不對 然後這是半A半B 這個又多4分之1B 是4分之1A和4分之3B 這一點 這個是0A和1B 所以你再過來一格 就會做到-4分之1A和4分之5B 所以這一點是座落在B外側的 所以它是一定會比較大的 所以10也是對的 所以答案正確的有 4、9和10 按個暫停再想一次 那如果這一題你OK的話 那自己來寫看這一題 已經知道AB都是有理數 然後說A小於B小於0 所以都是負的 那問你以下確定成立的有 哎呀這個跑掉了 大師 那按個暫停自己想一下吧 好 那我們直接講了 這個 第一個有沒有對啊 這個是錯的啦 那理由就跟上面一樣了 我們就不重複 那第二題 那這個時候A加B乘更號2 是不是一定無理數呢 這個就會變成對的哦 因為他已經講AB都不是0了嘛 那只要他們兩個都不是0 那有理數乘無理數是無理數 那有理數加無理數也是無理數 如果你覺得我這樣講起來有點饒舌的話 趕快回去看那個 有理數判別的那幾集 來看這個 問你說2分之A加B的絕對值 會不會大於等於根號AB呢 會不會呢 如果AB都是負的 那麼呢 其實這個 絕對值A加絕對值B 它就會直接等於絕對值A加B 這個我們後面介紹絕對值的時候 還會再講這所謂的三角不等式 那在這裡你就是想像它是負的嘛 比如負2跟負3 在這裡你負2加負3是負更多 那你負更多反正最後一個絕對值會把負號拿掉 如果今天AB1號就不會是這樣子 因為AB1號在加的時候會消掉 可是如果AB同號即便都是負的 那麼你在加的時候還是把數字往上跌 那所以絕對值A跟絕對值B合起來會等於絕對值A加B 這樣有懂吧 所以說這個問題 那因為我們這個 根號裡面A乘B的話 它負負會得正嘛 所以其實這個 A乘B在這裡呢 會剛好等於 絕對值A乘絕對值B 因為它負負會得正嘛 變成正的 我們剛剛講負2跟負3 這樣乘起來也是正6 所以說這個問題它其實可以被改寫成是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它當然對啊 因為你 就是說限定這兩個XY都是正數啊 那XY相加除以右大於等於下成開根號碼 所以3是對的 也有人把它反過來 當成是另外一種的算起不等式 它會跟你說如果 如果今天A跟B都小於0的話 它會成立A加B除以2會小於等於負的根號A乘B 這樣子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剛剛已經解釋這個會成立了嘛 所以我今天如果這裡不加絕對值 那就是負2跟負3合起來負5 它上面就是負的了對不對 所以說它等於是 把這個東西 把我現在這個式子 多成一個負號 那你多成一個負號的話 讓它上面這裡還原回去 變成是A加B的時候 這裡就會帶一個負號在外面 這樣子 然後那因為你成一個負號嘛 所以這個不等號就會翻過來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人把這個當成是 另一種算起不等式啦 那在這裡就是介紹說 我們可以用絕對值的角度去想它 來第四個選項對不對 是不是A跟B一定會夾在 這個 2分之A加B一定夾在AB之間 那是對的 不論它是否是正的 這個分點公式依然成立 那如果已經知道 這個A跟B都是小於0了 那這個會不會夾在中間呢 其實它跟正的或負的倒是沒有必然的關係 它是跟我們剛剛講 A加B離那個0多遠 A跟B離0多遠 離得很遠就不成立 所以這個不能算 那這個有沒有成立呢 那這個就跟正的負的有關了嘛 因為它 這個是它乘上2分之2 乘上2分之2是往0靠近 那因為這個負的話 往0靠近是變大 你仔細看這一題跟我們上面這一題 我們上面這一題就是小於 這題這個是大於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推論正確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個是對的 就是說A B都負的時候 我們看這個圖就知道了 A B都負的時候 乘上2分之2是往0靠近 是往右 所以這是對的 那這個呢 原本的2分之2A加B 就小於3分之A加2B 同乘3分之3不影響 這個不等4 所以這個也是對的 那這個呢 因為現在已經知道 A跟B是同號了 所以A小於B會讓1分之1大於1分之1 那最後問你 所以這個8要不要選 那有的人會想說 A分之1大於B分之1 可是他寫大於等於不要選 那事實上不對 因為大於等於本身的意思是 大於或等於 所以 他要選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這題的答案是 234678 這樣我懂嗎 我們這題就上到這裡